画面中可以看到 脚踏车骑士躺在地上 失去了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赶忙对他实施CPR 但送医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事情发生在6号晚间 30多岁的流姓驾驶 开着黑色宾室车 从泰马里往台东方向行驶 开进三合村时 发现有脚踏车骑士 出现在快车道上 但发现时已反应不及 就算紧急刹车 意外仍然不幸发生 这么一撞造成宾室车 左前挡风玻璃 裂出蜘蛛网撞 左号照镜也掉落 不难想见当时的撞击力道 以及危机情况 意外来的突然 驾驶也相当错愕 救护车货爆后 赶到现场抢救 但夹车骑士送往医院后 仍然宣告不治 由于现场没有监视器 也没有目击者 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在理清中